底下是一個個 那有好多雨水 那個口其實是半穴區的房子 那上面這個是腳往下走 或往後走 或往回走 也就是說他回家了 底下是個 個就是回家 那下雨從外面上面回家來 回到地面 那就是落的概念 什麼概念呢? 甲普文是說從雨從個 古代是從這個落的 他會議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霜跟雪 天上降下來的霜跟雪 等於是落下霜雪的意思 簡單說就四個字 落下霜雪 那要當作落 那為什麼會有落呢? 我們後來漢代人就給他加了解釋 他說其實是植物的花葉 不堪霜雪的打擊而凋零了 你看如果你的花葉 它不用霜雪 它也會自然凋落不是嗎? 花開花落 這我們人類所理解的 後來也作為禪宗對於生命的體悟 不是嗎?花開花落 剛剛不是 王偉也是用人賢桂花落 來形容生命的短暫跟結束 是不是? 所以剛開始是這樣 可是漢代人把它解釋 理解是不同的 它對那個不是自然的落 就是人不是自然死亡 是非自然死亡 那非自然死亡呢? 它是說是因為受到了外在的環境 鬆雪的打擊而不堪 因此凋零 這個凋零就不是自然的這個植物枯萎 而是被摧殘了 你們今天有看到一個新聞報道嗎? 昨天晚上 有一個職業軍人 看中 他深夜他用他的手機拍到 他跟他老婆吵架 他叫做老婆下去 跟著一個男人上車走 跟著一個男人上車走 他當天就殺死他兩個小孩 好像一個兩歲 一個一歲 多少 都不大 然後呢 自己跳樓自殺 現在到底死了沒有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早上看的 新聞 我說現在死了沒有 不知道 然後他老婆說 他都只挑 對他有利的講 意思是說 可能這個男人 本身也是因為兩個夫妻 條件不好 還是什麼 關係不好 他可能在外面也有找別的女人 或怎麼樣 可能都有 那兩個夫妻就是 恩斷義絕 他說 我不認為 我的兩個小孩 被這個男的照顧 我會高興 所以我要殺了他們兩個 很慘喔 摧殘 摧殘又沒有 這是不自然死亡 這是不自然死亡 後來引生為 上面掉下來 他反應是 升 起 還有展 這些都算是比較常見到的 出也可以的 出去的出 只是說 出跟入是 比較常用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出 用升 用起 用展 大家可以跟 這個落字來出印 這樣 OK喔 這是今天我們 所介紹的 這個 我覺得這些字型 對我來講 都有翻新 都好像整個腦袋 變得超立體清晰 那我們到後面 我們示範給各位看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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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